好,我们继续上课 下面我们讲第三个方面 叫做应用 这个关于应用问题 它主要实际到三个方面 一个是几何应用 一个是物理应用 一个是经济应用 那么关于物理应用和经济应用 我们单独给大家讲 我会通过其他形式 给大家把这个内容 阐述清楚 主要大家应该看的是物理应用的话 主要是在高等数学18奖的第14奖 我不用翻了 说14奖 然后经济应用主要是在15奖 这个内容 好,下面我们开始 公共部分的考点 就是这个几何应用 第一个 导数的几何应用 大家知道这里有六个知识点 知识点 叫三种点 极致点、最致点、拐点 三种点 两个性质 单调性、凹凸性 两性 间进线、一线 所以我们经常简称 三点、两性、一线 这一共是六个知识点 每一个点都是考识重点 那么它有的时候是综合出体 为什么呢 因为一旦综合起来 它就叫做研究函数的性态 是吧 一个函数曲线 我们一定要有这个能力 能够画出这个比较复杂的 函数曲线的草图 这是一个基本能力 是吧 那么于是围绕着这么一个功能 我们就展开了如下的题目 首先说一点 这个知识 主要的贡献者 是莱布尼兹 而不是牛顿 是吧 大家知道几何方面 是莱布尼兹来研究的 莱布尼兹有句名言 他说 我都为基分 你看人家这个本领啊 了不起啊 他说我的维基分 他创立的是吧 他说我的维基分啊 主要是研究最值的 这是他的原话 他说我的维基分 主要是研究最值的 与你牛顿先生不同 所以我不是抄你的 这是他的原话 在吵架的时候说的 但是在吵架的时候 说这句话呢 也倒出了 我们接下来 这个重点啊 你要收尾的话 也最值 第一个问题 叫极止与单调性 我们先看极止点和单调性 这个第一段是旁边法 我不再去写它 因为什么呢 相对比较简单啊 咱们在基础介绍讲过了 我们把它复习一下 如果Fx4在一个点数连续 那么在这个点的左领域 一级导数单调减少 右领域 一级导数单调增加 各位这一点是极小之点 听得懂吧 而且我想啊 我们在这个课程的第一讲里面 大家记不记得 我们用拉格朗日中之定理去证明了 一级导数小于零是单调减 一级导数大于零是单调增 好 大家记得吧 我们证的应该是单调增 是不是 用什么来证 拉格朗日中之定理 用单调性的定义法 有印象吗 我认为这样的考题 是有可能出现在试卷中的 就是我说过了 在整个的考研的大纲中 就高等数学信息代表该统计 所有课本的定理都证明 有80% 至少80%是不会考的 因为它的证明过程没有意义 就是不适合考研出题 只有那百分之十几的是有可能考的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好找的 我们整个一轮复习下来之后 大家就能够把那百分之十几 该证明的结论过程把学到 然后最后大家再有一个预测 稍微有一个猜测 我们大概能考几个就足够了 他考我们就写出来 不考就算了 所以定理证明 有些人问我到底要不要看 我认为在前面的复习过程当中 这个没有必要单独去 把课本里所有的定理都证明 这个是没有意义的 第二个 同样的道理 如果在左领域一阶导数单调增 一阶导数大领 函数单调增 一阶导数在右领域 小领 那么函数单调增 什么值 极大值点 刚才是极小值 这是极大值 是吧大家 这段的话 我们称之为叫什么呢 用 这个一阶导数工具 来判别 函数的极值 是吧 同样的道理 判别法二是用什么呢 是用二阶导数 我们这二阶导数 就称之为高阶导了 是吧 一阶导数得零 二阶导数不得零 那么如果二阶导数大领 极小值 二阶导数小领 极大值 同学们我们前面 是不是用过它了 我记得呢 大家翻到这儿 说过是吧 这个你要记住 当然这个条件 稍微苛刻一点 就是你要用高阶导 你必须保证 函数在这一点 是高阶可导的 是不是 高阶可导的 曲线呢 是这样的啊 叫凹曲线和凸曲线的什么 分界点 我们称之为叫拐点 是不是大家 所以拐点首先是曲线上的点 对吧 它是凹凸曲线的分界点 你先凹再凸 或者先凸再凹 这个都没关系 但是它是一个分界点的概念 大家首先得把这一点是知道 那么既然知道这个拐点了 我想判变法出来了 比方说 如果fx在这个点x0 它的左右两侧变号 大家自然知道 如果二阶导数由正变负 或者由负变正 回答我 是不是正好说明 这个点是一个分界点 什么分界点呢 是凹凸曲线的分界点 懂了吧 这次叫拐点 所以这个判变法也很简单 第二种判变法 我们可以用更高级导数 比如说呢 你可以这样来讨论 就不用讨论它两侧 你就盯着这一个点 判变法二 如果fx在一个点处三阶格导 且二阶导数得零 三阶导数不得零 则这一点必为拐点 这个判变法已经考过了 研究生考试的整体都考过 好 下面我们来说一说 如果考这样的考题 我认为也是有可能的 刚刚说过 课本定理哪些能考啊 你看我给你做个示范 接下来的课本定理就能考 比如说判变法二 看这儿啊 极值和单调性的判变法二 如果出题让你证明 你会证吗 请你证明 如果函数在1.2级课到 一道得零 二级道不得零 则这一点必为极减 会不会证 这是可以考的 这个当定理 诶 拐点的判变法二 也可以考证明 比如说 如果函数在1.3级课到 且二级道数在1.3级道数不得零 这次拐点 你会证吗 那我们给你展示一下 这个证明过程 那是体现了什么 体现了它的这个可考性 可考性 那草稿纸上我给你写一下 草稿纸上我写一下 比方说你要谈到第一段 说研究fx在1.4级课是极值 我们可以用一阶道数得零 二阶道数不得零 是不是大家 所以呢我在底下有啊 底下有个证 大家看书就行啊 书上这边写了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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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证明 第一个是吧 看到没有 我构造一个 我教你怎么背 这个东西这样的 你构造fx-fx0 比上x-x0的平方 然后让limitx-x0 注意啊 这是我自己构造的啊 一步到位 一句话就是试清楚 首先第一点 当这个函数在这点 二阶课导的时候 请大家回答我 是不是上下是零比零行 你二阶课导了 便连去了 所以分子去零分不去零 对不对 好 我们请罗比达 但是罗比达使用的前提是 能不能用 用了再说 很好 当x-x0的时候 你想啊 我用罗比达法则 求导一次 上面求导是不是叫f1-x 常数求导 fx-0 是不是零啊 连续零 除以是不是 二倍的x-x0 对不对大家 好 现在我并不知道 它是否存在啊 那你要想起另外一问题 题目还说什么呢 请看判别法2 就极致的判别法2 是不是一阶导数得零 各位是不是啊 那大家想 这是不是可以补一个 f1-x0在这 因为它是零啊 解了在数量上得没有啊 你听懂没 大家千万不要误解啊 不要误解是什么呢 说求导数在这打一瓶 还能写在这 哦 这个你误会了 这是巧合啊 所以为什么必须有一阶导数得零 大家看懂得什么 不是说在下面打一瓶啊 而是说你求导 他求导是不是零啊 而恰好我们现在一阶导数是得零 听得懂吧 好 大家这样看是不是定义法 什么定义法 打得好 这是高阶导数定义啊 高阶导数定义 大家在我们在讲的时候 一阶导数上说过这个事儿 同学们这二分之一是不是可以提出去啊 然后limit 你给我看好了啊 我不要写limit了 二分之一大家看好 我问你 我们导数定义是不是叫 fx-fx0 比上x-x0 然后limit x-x0 是这个吧 这是不是写成了f1-x0 对吧 那高阶导数定义很好写啊 大家看好了啊 如果这本身就有两个一瓶的话 这是不是叫两瓶 如果本身这是两瓶的话 这是不是叫三瓶 听懂没 所以由此非常简单的可以推导出 高阶导数公式 如果这是n-1阶导数 n-1阶导数的话 这是不是叫n阶导数 懂了没有 这是导数定义嘛 所以当现在已经打了一瓶的时候 各位告诉我 这应该写什么了 是不是 两瓶x0 对不对 那大家看 这个为什么值得考呢 你看啊 我至少现在两个知识点 已经出来了 请同学告诉我 按照提议 这个函数是不是在这点二级课导 看这 说了啊 这个函数在这一点 是不是二级课导啊 对不对 我现在就正这段啊 它二级课导 好 现在它既然二级课导 我问大家 这是不是一个存在的结果 那存在的话 这个是定义啊 那这个是不是自然就存在了 因为它俩是一样的 它俩是一回事 听得懂吗 那么既然你 罗毕达求导的结果存在 说明罗毕达用对了 看懂了吧 这是正确的逻辑啊 罗毕达法则 一定是求导的结果存在 罗毕达成立 对吧 好了 那现在你知道了啊 我们构造的这个界线 是不是等于二分之一倍的 F2PX0啊 由于现在题目讲的 F2PX0是不得零的 那么不妨 假设它大于零 或者小零 是吧 好 不妨假设大于零 如果大于零 大家看 如果大于零 立即推 你是不是想到了 我们第一讲讲的 极限的保号性 想起来没大家 极限的保号性告诉我们 是不是用脱帽法 极限存在大于零 立即推 扔掉极限的帽子 是不是它也大于零 但是要讲到一句话 是什么 叫局部保号 这个大于零 必须在哪里 X去X0的过程中 是不是啊 那么去X0过程是什么呢 这是X0 左边开拓一个 X0减达他 右边开拓一个 X0加上达他 各位看 是不是在这个手心里头 在手心里头吧 这个中心点没有啊 叫去心领域 但是你发现没有 各位 不管是X在这里 还是在这里 分母都是平方啊 平方是不是都是大零啊 故根据这一点可以知道 由于保号大于零 所以分子是什么 横大于零的 是不是FX大于FX0 证明完毕 大家知道 就不管这里的X 还是这里的X 都比X0的函数值大 故我们称这一点 是极小值点 对不对 我可以给你证了啊 他万一要考着这东西 你可得会写 这个没关系 高数十八奖上有写 有写到这个东西 这是这一段证明 好 第二个 那么如果是拐点的话 那怎么去证 我们来看一下第二个 拐点 没问题吧 没问题啊 好了 那么第二个是拐点 拐点的话呢 是这样的 假设二阶导数在这点得零 三阶导数不得零 那么这时候你看我的构造啊 我的构造 这个动作很巧妙的 构造这个东西 构造什么东西的话呢 你看这讲译啊 讲译了 构造的是 F2'X比上X-X0 Limit X去X0 为什么要这样构造呢 大家直接读题目 我问你答 F2'X0 是不是已经得零了 已经得零了啊 大家想 抬头看 是不是照顾 直接可以再减上一个 F2'X0 对不对 它的数量上零了 减了等于白减了 但是大家是不是又用 定义法了 它是谁 三阶导数X0 你看对不对 所以我说啊 能考 你去自己看 凡是这么多年来 凡是考课本定义证明 几乎都跟导数定义有关系 因为我们最近的一次是2015年 它依然写的是导数定义 所以它这个出发点 还是比较清晰的 就是重点知识 好 大家看 是不是这个三阶导数不得零 不妨假设 比如说 假设它大于零 不得零嘛 假设大于零 那么假设大于零的情况下 立即推 是不是又有保号性了 而极限存在 大于零则保号 甩掉极限的帽子 F2'X 比上 X-X0 是不是比X0小 所以分母是不是小零 听懂没有 分母小零的话 大家想分子有整个保号大于零啊 所以分子怎么样 是不是也小零 对了吧 当然 如果X猫在这儿 这里的X如果是属于 X0到X0 加上Delta的话 大家立即推 是不是这里的X比X大了 这个分母是不是大于零 你整个大零 是不是分子也大于零 所以我们得到F2'X 是什么 是不是大于零 看明白了吧 那大家这个结论是什么 是不是在左边函数是 小零 是不是叫凸曲线 是吧 那么右边 而且倒是大于零 是不是叫凹曲线 于是这个点是什么点 是不是拐点 懂了吧 我正好啊 我这个证明就是两道题啊 这是两道题 就是说这个题单独拿出来考你 都是有意义的 好 下面我们来看例题一 例题一啊 就是一道考试整体了 这道题目出的是很漂亮的 假设Y等于X减1 乘X减2的平方 乘以X减3的 三次方乘X减4的四次方 则起某一个拐点为 原题啊 没有这样写 你们如果这个当年的考题啊 当时考的是 则起拐点为 我们觉得不合适 所以给他们提了建议 这个不能叫拐点式 这个曲线啊 不仅有这里的拐点 它还有不在这个选项里的拐点 所以你要说 则起拐点为 恐怕就不合适 是吧 它的某一个拐点是 这个对的 则起某一个拐点是几 同学们 这个判别法啊 你告诉我 这个次数是不是挺高的 这个X次数很高啊 这个时候 大家一般是用什么 用盘别法2 记住啊 高次方 高阶导 高阶导一般是 比较方便的 那大家来琢磨一下 既然用拐点抬头 是不是刚正过 关键看这个了 对吧 就你哪一个点 能够满足 二阶导得灵 三阶导不得灵 那么一定就是拐点 对了吧 我们现在考试当中 还尚未出现过 去讨论什么呢 是左边凸 右边凹 还是左边凹 右边凸 它都不谈这个 因为什么呢 拐点本身就是个问题 你比如说 刚才我的证明 你已经看到了 刚才证明 我是不是假设大零啊 可是如果假设小零的话 它是不是这符号 反过来就行了 但它也是两边变号 是不是 只要两边的凹凸性改变 那么这个点就是拐点 能听懂吗 是这个意思 好 这不得灵就行 于是的话呢 我们来实施一下 其实啊 这是给大家有一个 基本判断 同学们告诉我 几次方求导 这个这个这个 求它的次数的导数 比如说 x的n次方 听好了啊 xn次方求导 求几次导 正好是一个非零常数 就求n次导啊 这个很好理解的 比如说x一次方 我问你一次方 是不是求一阶导 变成常数1 是不是不得零 比如说x的二次方 它是不是求二阶导 先求一阶导 是不是得2x啊 2x再求一阶导 是不是等于2 是不是不得零 所以你要记住一点啊 对于密函数来讲 它是几次方 它就求几阶导 它求到几阶导之后 恰好是非零常数 再往下求就零了 说不大家 再往下求就零了 所以按照这个来想的话 大家自然知道 我现在问你 我要几阶导不得零 是不是我要三阶导不得零 故你是不是盯着三十方 这就是抓到解题的突破口了 当年考这个题啊 好多同学这个做的挺乱的 他没有搞清楚哪个点是最关键的 这个题解法这样解 令 我们把抓到主要矛盾 x-3的三次方 把其余部分令成一个新的符号 令x-1乘x-2的平方 乘x-4的四次方 把令成gx 令成一个新的函数 gx 或者说写个新的符号 是吧 这时候则 我们的y就可以写成 x-3的三次方 乘以gx 要写到这一步的话 我们的意图是非常明显的 我这个时候来求导 是不是要盯着这个看了 后面这个人是一个 附属性的作用 为什么呢 我们来求去看 那么请问大家 则y的一节导数等于几 跟上我的速度 是不是乘几的导数啊 就两项相乘啊 这个会非常简单 前面求导数 后面不动 前面是三倍的x-3的平方 乘以gx不动 再加上x-3的三次方 乘以g1比较x 是吧 大家 好 现在请跟上啊 我们并不需要去求 玩一节导数是几 因为在判别法二中 我们只从几节开始看 二节 看到了吧 我们毫不犹豫 直接求二节导 所以这个题主要难在哪呢 就这个导数啊 这个项数多 是吧 你要不拎上这么一个gx 你的求导会更为麻烦 是吧 大家 好 下面 y的两节导数等于 我说到这儿啊 大家就稍微有些 可以灵活一点了 是吧 为什么呢 你发现没有 接下来的求导 是不是他俩成绩的导数 和他俩成绩的导数 你知道 作为一个命导数啊 他导一次 是不是次数少一次 导一次次数少一次 对不对 所以你这样想啊 他求导一次 是不是变成一次方 后面是不是不动 再加上 他不动是不是二次方 是不是乘以后面的g求导 这是不是就结束了 听得懂吗 再加上 你看后面的求导啊 后面的求导说 他求导 是不是从三次方 变成二次方 是不是后面不动 再加上 他不动 是不是还是三次方 是不是成后面求导 是不是记两匹x 我不必去写系数这些东西 大家已经发现了 当他还存在 每一个项都存在 x减三的意识的时候 你要把x等于三带进去 立即推 这个结果是不是得零 是不是得零 你要去抓关键 你不必要把它再写出来了 他只要这个阴势还在 是不是每一项都是x减三啊 那你把三带进去 这个点肯定导数是零啊 对吧 所以大家会发现 已经满足第几条了 是不是已经满足了第一条 就二阶导数再点得零了 大家是不是还得辛苦 再求三阶导 所以主要这问题啊 你要是如果会这种符号技法 简单技的话 你三阶导你也不怕 好 大家来看啊 则Y的三阶导数等于 跟上了啊 那么这个时候大家琢磨 我们一个一个说啊 从二次方 我把这个擦掉了啊 不要影响大家看这个 从 二次方来啊 听好 从这一项走 他求一次岛 是不是变成一次方 他加上那不求岛的时候 是不是叫二次方 他求一阶导 是不是叫一次方 他不求岛 是不是叫二次方 跟上来 这个三次方啊 他求一次岛 是不是叫二次方 他不求岛的时候 是不是三次方 我来问你来答 你看到没有 也就是说 后面这些项 那个G一撇 G一撇 G两撇 不管他待会是变成 G一撇 G两撇 还是G三撇 是不是跟着走 它是附属的东西 我问你 这些个项里面 是不是还都含着这个 X减三 故你待会把 X等三带进去之后 是不是这些全都没有了 就为什么说 那个G那个东西 是附属呢 它前面一个系数是零 但不管它是几 都可以把它删掉的 懂了没有 大家看这一个啊 就看这一个 你就明白了 大家就剩这一个了啊 我问你答 这一项啊 你要这项写出来 你知道它实际上求岛 一次 是不是叫六倍的X减三 是吧 你二拿下来 是不是二三则六啊 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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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你自己来求一下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很简单了 它剩下的东西是什么 我把这些东西都挪到后面去了啊 我再缩小一点 放后面去 你发现没 它所得出来的 第一项求岛 是不是变成了六 是还不是 因为X减三求岛没有了 是不是乘以GX 再加上六倍的X减三 是不是乘以G1PX 请回答 这一项 是不是还会出现X减三 所以当你把X减三带进的时候 是不是这些全都没有了 对了吧 大家发现没 Y的三解导数 X等于三 我不要算它是几 我问你答 六是否不得零 再问你 GX里面 是不是没有这个X减三的因实 所以当你把X等于三带进的时候 是不是每一项都不得零 所以我们只要一个结果 是不是叫不得零 事迹不重要 对吧 我不管你是大零小零 我那个都是拐点吧 看懂了吗 这种题是选择题 所以大家需要一个比较灵活的处理方式 你们会看这个题小 在考场上要零活处理 这个是不是很容易的 好了 用好这个方法 然后等到年底考试 如果它还有这种题目的发挥 我希望你们能够学会G号来做这个题 这个题答案选什么 答案选C 这是其他某一个拐点 好了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话题 下面第三个考点叫渐进线 第三个考点叫渐进线 我想这个渐进线这个问题 是大家也都知道 这是研究生考试的重中之重 你说哪年不考渐进线 那是不可能的 那是不可能不考的 打个心 我们在基础阶段给大家讲过 三种渐进线 那么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 渐进线的解题程序 这个叫做procedure 是一个程式化的东西 可以帮助大家 不从不漏的找出所有的渐进线 第一件事 大家先找什么 先找千锤渐进线 同学告诉我什么叫千锤渐进线 来看这 什么叫千锤渐进线 答千锤渐进线 其实就是说一个x0点处 是不是这个fx是不是曲线无穷大 理解吧 不管是正无穷还是负无穷 是不是这个走势啊 这样的话这条曲线呢 相当于是一条千锤线 和它逐渐趋近的线嘛 千锤渐进线 所以大家想看 千锤渐进线一般会出现在哪里 一种叫函数的无定一点 同意吧 比如说这种啊 这种曲线你看 我这儿从这儿过来 这儿从这儿过来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整个曲线来讲 x0点是不是不能去啊 是不能去啊 比如说什么函数 这种函数太多了 比如说摊级的x 是吧大家 这个周级函数 大家想摊级的x 是不是这样的 没理我 对吧 那你想这个奥尔文之派这条线 是不是就摊起来的阶级线啊 它左边区无穷大 右边区无穷大 这是一种啊 第二种还有一种可能性 它是什么 函数这个定义区间的端点 比方说它没有这一段 各位 这是不是也是它的千锤阶级线 比如说函数它就长成这个样子 我问大家 这是不千锤阶级线 是还不是啊 是可以的 这可以考虑的 它是区间的端点 定义区间的端点 我顺便说一句 大家联想一下知识啊 这个点 如果两边都有定义啊 两边都有定义 这一点没定义 两边都有定义 这一点没定义 而且它两边都去无穷大的时候 这个点是不是还叫无穷间断点啊 对吧 没问题啊 它还叫无穷间断点了啦 但是的话呢 当没有这一段的时候 只有这一段 我们大家X0能不能叫无穷间断点 不能 我们说过了啊 无穷间断点的讨论 必须是双侧定义 对不对 它不能叫无穷间断点 但是这条线还叫千锤阶级线 因为阶级线是不谈双侧的 它可以是区间的最端点 懂吧 可以是区间的端点 或者说左端点右端点的这个位置 这是允许的 所以第一条 看到啊 叫找出函数的无定一点 或者是定义区间的端点 这个两个 就这两种位置 会出现千锤阶级线 那大家想计算什么了 我是不是要计算 X区X0时 当然 有的时候是X区向于X0 正 或者有的时候是X区向于X0负 对吧 大家 因为它有可能是单侧极限 对不对 我只要看这个极限值 是否得无穷大 只要是无穷大 这条线必为千锤阶级线 懂了吧 这是第一条 这是第一条 来 趁热打铁 我们就一步一步来了 先看看这个例题的千锤阶级线 记住啊 我这样分解的讲 就是为了让人印象深刻 紧跟着看底下例题 分析 从看这个例子 这个题目是有相当计算量的 考验最难也就是这种程度了 但是你知道 给一条函数取向 能画出它图形来 有的时候是并不容易的 首先第一件事 大家想 这个是不是 是不是先看定义啊 对了 是不是 先看定义啊 所以这里呢 我们这个要求的很简单的 大家首先第一条 是不是要求这个 偶次更好价 4x4加x是要大于零的 这是一个吧 第二个 是不是帧数 这2加x4 这是要大于零的 这很有点像 大家高考题的 第一题那种题是吧 不等式组是吧 你们是不是叫不等式组是吧 就是这种 好 解出来之后 先把它的定义写出来 根据4x4加x要大于零 2加上x分之一要大于零 而且还有一条 答对x是不等零 这个x不等零 所以4x4加x 肯定要严格大零了 对不对 根据这个条 我们可以推出来 它的定义是为 负无穷到负二分之一 并上零到正无穷 有人说 你怎么算这么快 答 算过了 这个你要算错了 那就麻烦了啊 那这个渐进线 你肯定要求不对了 定义欲先行 定义欲先行 先把一条曲 现在定义欲先把它弄清楚 编着一个题不容易的 各位 题目不好编的 你去找 你又比我这个题好的 渐进线的题吗 好难找的 所以这个 编好题难 做得住 你知道吗 你做得住在那 你要想啊 写啊 这东西 这个不易的 好 我把图画一下 大家这我写完 我就擦了 你不用擦 你放这 这个东西 是不是在竖轴上是这样的 就负无穷 是吧 到负二分之一 并上零 到正无穷 是吧大家 这两块都是 这两块 我这样画啊 这两块都是空的啊 这样 是不是 这两块是它的定义啊 定义啊 好 来开始给我背 找什么 找函数的无定一点 或者定曲线端点 大家告诉我 它没有 它现在这个无定一点 是不是连成一条线了 是负二分之一到零之间 是不是都无定一点 所以你就不要找无定一点了 大家这时候只找什么 定义区间的端点 你记住啊 找的那个无定一点 是不是一个孤立的点 你懂吗 你找的无定一点 肯定孤立的点 它一个人被孤立了 isolated 是吧 是吧 孤立的 是吧 美国现在干这个事 它就逐渐变成一个孤立的点了 是吧 看我的英文水平啊 我刚才说这个词 对不对 其实我告诉你 我都瞎说的啊 因为我的意识当中 好像是这样 但我都不会拼的 我也不知道是怎么写的 只是说这个才华啊 就是 是吧 就是冒出来的 你们的掌声在不断地 服务我的受伤的心理 这个我理解的是吧 我考虑啊 以后的直播 一定要有一个 好的一个形式和网络 是不是 否则的话 这个太掉面子了 我直播的人数啊 屏幕前面同名 你听好了 至少得几十万 一般会在 平衡在八十万左右 一百万的话左右 我觉得还比较合适的 这么一个平均水平 是吧 这个是好一点 是吧 这才配得上 大家所谓 称之叫网红 是吧 现在就网绿了 脸绿了 好了 找定义区间的端点 大家找到端点之后 现在开始做了趋向了 是吧 大家看是不是先趋向这 是不是还有这一个趋向 是吧 这两个趋向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来写一下了 一个 Limit X趋向于 负二分之一 是不是减零啊 就是负二分之一 是否左极限 不理我 是不算 这时候你算啊 根号下 4X方 加上X 乘以Loy 2加X分之一 这很好算的 大家注意啊 当你 X趋于负二分之一的时候 请问大家 X分之一 是不是趋向于负二 那么2加 负二是个趋零 而且你也不用管 它是零正零负 它肯定是零正 因为你的定义 保证了 这个是正的 对不对 那这样 Loy 零正 是不是趋于负无穷 所以这块 是不是典型的负无穷了 大家再回答 这块趋于几 这是个数啊 X趋于负二分之一 你算 这个是X乒乓 是不是四分之一 四分之乘以四 是不是趋于一 1减二分之一 是不是趋于二分之一 开根号 是不是还是二分之一 开根号 是不是一个非定常数 故一个非定常数 成于无穷大 是不是还是无穷大 我们不必在意 它是正无穷还是负无穷啊 它是无穷大 能听懂吗 所以立即推 X等于负二分之一 是不是千锤间接线 视为千锤间接线 很好 它就是一条千锤间接线 它就是一条千锤间接线 听得懂吗 就这样算啊 很好算 来下一个 我们来研究X趋于零 X趋于零呢 是零什么了 零正 Limit X趋于零正 根号下四X方 加上X乘以Loy 二加X分之一 是吧 这个计算啊 需要大家稍微 要动动脑筋 其实啊 你如果前面的知识 学得好 大家可以直接帮我写答 对了 如果这是客观题啊 不需要过程的话 你记不记得我说过 Loy往哪跑 它这个无穷大 是不是都是太慢了 就是Loy这玩意儿呢 它不管是往这个正无穷跑 还是往这个负无穷跑 它都是极慢极慢的 一旦遇到一个趋于零的东西 它都会被拉成零 记得吗 我讲过这个吧 所以大家看这一项 是不是X平方开架号 它的次数是不是X一次方 趋于零啊 它这样趋于零 是一次方的趋于零 对不对 但这个人 X分之一是不是趋于正无穷 让你正无穷 他就往这跑了 对不对 但是我说了啊 他跑两边无穷大 实际上都是极慢的 按这个预判 结果是几个位 结果是零 你待会算上看 它确实是零 但是啊 如果这是解答题 你这样写就不行了 你没有计算过程 人家说你 那你怎么算出来的 是吧 缺少关键步骤是不是 显然 不行了 缺少关键步骤 是吧 你当然 以你的水平 其实我们是懂得显然 但是越隽老师 他不这么以为啊 他以为你看别人的呢 对不对 想让前后有同学 得零 好 过程看不见 这个不好 是吧 我再提醒一下 大家上了考场 千万不要作弊 懂吗 这个考研这个东西 是一个很 全国同考都很严肃的事情 中国大陆 两个数学考试 是绝密文件 一个是高考 一个是考研 这个很严肃的 这不是其他的那种 什么职业资格考试 你瞎糊糊糊 是吧 这个可不敢 好不好 大家 你这个这个抓到的话 好像是多少年不上考试 是吧 诚信档案 这个不好 好吧 这个千万不要去 做这个事 好不好 不要去做这个事 传纸条 打小抄 最笨 才笨的办法 你拿小抄 给人家往里一升 天考老师过来了 诶 证据 你们俩出去 证据在这 哪有什么纸条 看就是了 有人说我这个怎么看 你说我腰疼 腰疼 这段待会儿掐掉 没事掐掉就可以了 路人 我知道 待会儿你把它砍掉一下 因为这个我要说的 其实我的意思是 不准学生作弊 听到没有 最多就腰疼 腰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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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哥老师 坐下 你坐下 坐下吧 你要怎样 对不对 你要怎样 所以不要有proof 不要有证据 在人家手里 懂吗 这什么老师 这是 哎 我这儿 你不准听我的 最多怎么样 好 那边把它掐掉 那边把它掐掉 好 我们来看看 如果大家在考场上 你要是写过程的话 你不可以这样直接写答 你写显然呢 当然也是算过程不行的 不可以的 我们怎么办呢 我们要把它过程写出来 你看这样 对不对 你必须写到内部 我们才认为 你可以直接写答 你知道哪一部吗 就是内部 Limit x 区 临 正 x 的任何四方 乘以弄 x 这个得令 听懂为什么 认给α大令 我们是可以认可这句话的 这个句话就可以认可的 那必须得到这一步 你还可以直接写答 因为老师 这不就是吗 这哪是啊 你别忘了 这个x 区 临 正 它是区负乘的 是不是大家 而你这个不是啊 你这个东西 你注意没 它是区负乘的 是吧 可以默认这个公式 这个是允许的 书体人都知道这个公式 到了这一步再不写答案 那实在说明水平不够了 其他的不可以 那你看怎么画 很好画 但是把它拆了 一通分写什么 是不是叫 2 这是 2x加1除以x吧 是不是啊 这样 烙印a比b 是不是你烙印减烙印b啊 就写成limit x去0正 好了 根号下 4x方加x 乘以 乘以 乘以2x加1 减去 limit x去0正 根号下 4x方加x 是不是乘以 乘以x 你现在看懂了吧 我问你答 当x去0时 这项是不是去0 这项是不是也去0 你看是不是啊 乘以0 x去0嘛 就是乘以1啊 就是去0嘛 这块没有了 请回答我 这是不典型的 x的α4乘以lnx了 x去0正 听懂没 这时候直接写答案0 是可以的 懂了吧 好 大家想x去0正时 这个极限值是不是得0 那请回答我 既然极限值得0了 是不是没有前准见经线了 你咋不理我 是吧 擦掉了啊 擦掉了 很辛苦的啊 大家很辛苦 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这是我们说的第一段 叫做千锤见经线 听懂了吧 好 接下来我们讲第二段 叫水平见经线 做完这个工作之后 大家进入下一步 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考察 limit x去正乎无穷 看yx是否为常数 如果是 这是水平见经线 如果不是 我们转到下面的3 好 先不看转 我们先看式的情况 为什么水平见经线 是这样求的呢 因为水平见经线 什么意思啊 它这个意思 比方说 给一个 但是水平见经线 是不是一定要看x 趋向于正乎穷 或者x趋向什么 负穷时的一个趋势啊 如果有一条水平线 和它无限接近 有一条水平线 和它无限接近 什么叫水平接近线啊 所以必然考察的是 limit x趋向什么 正负无穷 懂了吧 两个方向 看它是不是个常数 如果是常数的话呢 就意味着这条水平见经线 y等a 是不是存在的 是这样吧 好 我们来看了啊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 这个题 有没有水平见经线呢 开始 走两个 两段无穷的 比方说 我们来研究第二步了啊 第二步了 那就是limit x趋向于正乎穷 那大家看啊 我的y是代理 根号4x方向加x 乘乎2加x分之1 大家一看便知 这是几啊 x趋于正乎穷时 这个x分之1是不是趋于0啊 这个lon2是不是常数啊 那么前面是不是正好是正乎穷 正乎穷成一个正的常数 是不是正乎穷大 各位有没有水平见经线 没有 它的趋势明显是 当x走向远方时 y是不是趋于无穷大了 它的走势明显是 这样上去了是不是 对不对 所以没有水平见经线 对吧 就这个意思 然后转到结 转到三 来看三 接下来的问题 我们在基础班就讲过了 这个道理啊 大家不能光背课本啊 你还得懂得这个道理是什么 我们考察 yx比x 大最好 是x的几次方 一次方 为什么比的是x的一次方 而不是x的其他次方呢 那就要理解 斜进进线是个啥 是个一次斜直线吗 直线啊 这是一次方啊 那么你所谓的有斜进进线 大家看这啊 如果你的曲线是这样上去的 我把其他擦掉了啊 如果你的曲线是从这样这个角度上去的 你要知道 但凡你能有一条斜进进线 伴随着你 你必须保证你的趋势 跟这条y等于ax加b 是不是同步的 也就换句话说 你去向于郑文雄的速度 跟我去郑文雄的速度 是不是一样 如果速度不一样就出现 要么你赶不上我 要么你超过了我 对不对 那就不会有斜进进线 所以大家记住 任何一个yx 如果有斜进进线 它的前提是yx跟x的一次方比 在x区无穷大时 是什么 非灵常数 他俩叫同阶无穷大 才会有斜进线 对不对 要是吧 你要这样理解 你就懂得了这个含义了 书也三有一年 打开时间第一题就问这个 其实很简单 那四个选项 一眼就能开出单 就找一次双线 是不是 先找一次双线 我问你答 我等于随便写个 x平方加上3x 我来问你来答 它有没有斜进线 它一定没有 因为它是几次方 二次方 二次方跟一次方比 它肯定不是非灵常数 它是无穷大量 听得懂吗 因为你二次方跑得快 对不对 我一次方跟不上你的 明白了吧 那我再问一个 根号x有没有 我还等根号x加上3x 这个有没有 这个也没有 为什么没有 这个东西是跟不上它了 对了吧 必须跟一次方式 同结 你还没听懂吗 次数得相同 是不是 你只能拿这个东西 可以做个预判 我这样说可以了吧 首先看这件事 这样的话算出是A 大家说A正好是什么 是不是 对了 是这个斜进线的 是不是A是斜率 就那K 就是A 就是它倾斜程度 听得懂吧 第二 是不是还得看B B是不是叫结句 是不是 你还得看结句存不存在 各位 这个结句怎么算 很简单 你琢磨 这个结句怎么算 这个很简单 你要想一件事 这个A已经出来了是吧 当A已经算出来之后 那这个B 等于什么呢 B就等于 这个YX减去AX算极限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你的YX 跟我的AX加B 是不是无限接近 也就意味着 这个东西在X区 无穷大时 它的极限值 是不是得灵 对不对 你相当于是把B挪出去 就行了 因为B是常数 它是不受极限影响的 你能听懂吗 故实际上就是YX-AX 对了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大家看 这个时候B要等于 X区正硬就是YX-AX 看它是否存在是B 我说你听懂了吧 是否存在是B 各位 这个B一定存在吗 不一定 你不要以为只有 你不要以为斜率A有了 就一定有B 那不一定 比方说 我问你答 如果这不写什么 怎么写的 我问你Y等于 X加上3X 有没有写进去 你首先一条 一次方是不是搭上了 好 我们先做第一条 叫Limit X区正空穷 你看好了 是不是用Y比X 一次方吧 是不是也就是Limit X区正空穷 那就是X加上3X比X 对不对 这个今天是解 你今天已经很熟悉了 是1 这个不用我啰嗦了 对不对 抓大头 听懂没 X一次方比一次方是1 3X是有解的 故 是不是不得零 所以大家想 是不是A线出来了 但是B有没有 你得算啊 B是不是等于Limit X区正空穷 跟上 它公式 是不是叫YX-AX 那A现在是1 是不是 是不是就是YX 这X加上3X 是不是减去AX A是1啊 那请大家告诉我 这XX约掉了吧 请问X区无重大时 3无重大时 叫正大 正大是不是不存在的 故B不存在 B不存在 有没有斜进级线 没有 没有斜进级线 听懂了吧 这个还是有一个问题的 所以他还是看结局B 结局也得算对了 是吧 这道题就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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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学三 打开实践 同一题的考题 那我问大家 这样是不是就有了 抬头 这是不是就有了 如果写3X分之1呢 你发现没 这个过程 是不是不变的结果 但是这个过程 是不是叫3X分之1 那么X区正空穷是 3是不是3是0了 这个是不是等于0了 听懂了吗 它的斜进级线 叫Y等于什么 X 对 这就是它的斜进级线 这种小例子 你听得懂啊 这个我们在基础 结局都讲过了啊 我这等于说帮大家 重新再回顾了一遍 好 接下来 我们来看这个题 那当然 具体的考题 没有像你想的 那么简单 好 到X区正空穷时 是不是已然是正空穷了 只要它不是常数 我们就转到3 如果它是变到无穷大了 如果不是 是为无穷大 那么就转到3 那么看3 Limit X区正空穷 那么我用Y比X 这根号下 4X方加上X 除以X 乘以Lowin 2加X分之1 大家同意吧 先跟X一次方比 它等于一起算吧 到X区正空穷时 请回答我 这一块是不是区域Lowin 2 这一块大家明显看到 这是个二次方 开根号的时候 正好是一次方吧 懂了吧 它肯定是 你要有斜金印线的 因为一到中和性的计算题 它肯定没有斜金印线 怎么可以 是吧 所以它是不是正好是一次方 比出来答案是几 这很简单 根号4是不是2 2比1是不是2 是2倍的Lowin 找带头大哥 你能听懂吗 或者你要是 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不习惯的话 你把X放进去吧 是不是根号下 4X方加X比X方啊 是不是正好变成 根号下4加X分之1嘛 然后X区正空穷 这一项是不是区0 是不是根号4 根号4是不是2 是不是这个 都可以啊 这个都可以 这个随你了 好了 请问大家 是不是得到那小A了 小A是不是不得了 这是第一步啊 这是第一步 明白了没有 接下来算谁 小B 得Limit X区正空穷 是不是用YX减啊 YX是根号下4X方 加上X 乘以Lowin 2加X分之1 减去AX 是不是AX啊 在这儿呢 减去AX 是不是叫 2倍的Lowin2 乘以X 是这个吧 大家现在是不是要算一个 无穷大减无穷大的 是不是基本未定是啊 一起背 有分母则通分 没有分母 创造分母再通分 是这样吧 你见过这个题吗 你见过了 你见过了 看这儿 回来喽 回来喽 好像穿越一样 是不是这个立体舞 你看看 学了就忘 是不是这个立体舞啊 翻一下 第六页 立体舞 是要不是啊 你坐完之后 哎 老师 什么时候坐过呢 毫无印象 这是为何 最关键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晚上不用工 你没有认真看笔记 对吧 我说了 这个笔记 玄机很多 很多东西 前呼后印 前后呼印 我设计的 都是非常巧妙的啊 好不好 我不再算了吧 这个答案是几张 是你算的 四分之一 老用二加一 是这个吧 故 这就是那小B 好不好 好了 算完了啊 于是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得到了 这个结果 是等于 四分之一 老用二 加一 故 在X区正硬时 它的斜金领线 叫Y等于什么 二倍的老用二 才以X 再加上 四分之一 老用二 加一 是不是计算量不小啊 你要注意啊 这个计算 我们在前面算过了啊 我就等于没重新算 所以这套题目实际上 就是相当丰富的计算量的 听明白没 好 别忘了 还有一个什么 还有个去负重是吧 括号 请大家自练 请大家回去自己练啊 还有一条叫Y等于 负二 老用二 乘X 减去 四分之一 老用二 加一 方法完全一样 还有一条斜金领线 你发现没他俩就差个细数啊 他就差个符号啊 自己再算一遍吧 好吧 几条一共 三条 一条千锤 两条斜金领线 这个就是我们谈的 关于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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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问题 这是第三大考点 第四个考点 叫 最值点 我们继续看 第四考点 叫 最值点 那当然了 我们这个 开篇说了一句话 在莱夫尼茨看来 他说 我的维基分数研究什么 最值的 他说去研究这东西啊 那我们今天要把这个事情给他讲清楚 如果给出的是B区间 同学们 B区间的含义 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取端点 是不是啊 所以我们要找出三类点 三类特殊点 第一类点 那你自然可以叫端点 有问题吧 第二类点 大家找的是一节导数得零的点 是不是叫注点 第二个呢 是一节导数不存在的点 我们把它称之为不可导点 这两类点统称可疑点 叫做suspected points 看这翻译啊 不一定会写啊 我写的时候不是什么 suspected 我在英文中我就属于什么呢 属于叫文盲 你懂吧 就是什么都听得懂 什么都会说 可是就不会写啊 好苦恼的一件事情 就考验圈里头啊 政治老师都讨厌我 这个你们已经是知道的 是吧 即使有个别老师 跟我关系还不错 但是面和心不和 主要是我对这个学科的档次 有个定位 是吧 英语老师呢 对我来讲 其实也是 怎么说呢 也是这个喜忧参半 我经常抢他们饭碗 所以有的英语老师 偶尔冒出来一个 罗毕达法则 什么拉卡拉人 终之定理 他们试图来抢我的饭碗 不自量力 如果哪位英语老师听到了 请你见谅 同言无忌 好 这个找出三类点 就这三类啊 然后我们比较所有点的函数值 取其最小者为最小值 最大者为最大值 是吧 大家 这个就没问题了 这是一个套路子 所以这种考题出现以后啊 大家可以放心 你只要按步骤去做 这个分大部分分都来了 是吧 好 如果端点 大家注意 如果端点取不到 比方说 AB是无定一点 是不是取不到啊 或者AB是负无穷和正无穷 无穷区间 是吧 这个时候大家只需要考虑什么 你取极限就可以了 你取极限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在这个大坠 如果是K区间的话 它就不一定有最值吧 比如说你X区正无穷时 它就没有最大值是吧 如果X区 如果函数值区负无穷了 它是不是就没有最小值了 它就不一定有最值了 是不是啊 所以在考验命题时呢 在一元函数这儿啊 它往往还是比较这个有规矩的 要么给B区间 如果是开B区间的话呢 它就会让最值取在内部 是不是也有可能 是吧 让端点两边不要取权无穷大 是不是啊 这个也可以的 好我们来看一道考题啊 这种考题出起来也是蛮精彩的 假设FX等约 基本X到X加二分之派 乘以3 然后背景函数是3T的绝对值DT 各位你发现没有 这是用变现积分函数定义的函数 而用积分定义函数 这个算是高层次的啊 它不是给它一个普通函数 是积分形式的函数 第一 请你证明它已派为周期 你看我今年的讲义 那当然是跟着形式来走的 我再说一遍啊 周期性既然今年开了这口子了 按照命题风格 它肯定还会再考 我也不知道哪张卷子考 反正得考 你就得做准备 我们再来证一下周期 第二 请你求最值 分析 我们一起来看看啊 第一问 其实很简单咯 大家想 是不是这个又实际到了幻原法了 是不是 像周期我们研究的 已经差不多了啊 是吧 还可以的 来吧 你正以派为周期 我毫不犹豫 是不是fx加派 等于积分 开始R开始B 我这个变量 是不是从这个x 这个x 这个x 所以只要你f肚子里的 这个x变化了 是不是变化的 也就是上下线 写什么 x加派 这写什么 x加2分之3派 是不是3T的绝对值 听懂了吧 你记住啊 你要改的是谁 你得搞清楚了啊 这里的符号多 你不要动混了 该动谁动谁 好了 我们的目标 是不是让他等等等等等 最后等到小fx 是这样吧 所以你想这个东西 我觉得是 这个换源 这很好换的 你琢磨 你现在要把这个区间 改回原来的区间 是不是要平移 你要平移的话 你当然应该让你现在这个t怎么样 是不是 减去派 懂了吧 因为你现在的t呢 是属于这个曲直范围 是大的是吧 你要让它变成小的时候 你就用这个t减去一个派 你们上下线就变小了 对了吧 所以我们令t减去派 是不等于新字母 u 能跟上吗 大家这些东西都要不要搞错 是t变量改成u变量 为什么呢 因为要减派 做平移变换 所以它就等于几分 一起来背吧 我这时候的t是不是就等于u加派了 对吧 那么这样 sine里面就写成了sineu加派的绝对值 然后dt呢就是谁 du 好一起来 当t取派加x加派的时候 那么u取谁 正好变回x了吧 当t取了x加2分之3派的时候 减派 是不是变回了x加2分之3 当然了 我们就是为了达到这个上下线 才这样变换员的 是吧 接下来很简单了 大家想 即变偶不变 符号看向线 你想它还带绝对值 你都不要看向线的符号吧 你只需要看即变偶不变 这是不是二分之二派 二分之二 偶不变 是不是还是三变 所以还是三变u du x到x加2分之3 明白了吧 这是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换员 它还是谁 小fx 因为积分值与字母无关 记得吧 就是你只要说 sin t 什么dt 什么sin u du 什么三狗 d狗 这个都可以讲 无所谓的 好 证明完毕 这种规定动作 各位能做出来吧 这给你三分四分 这个就要要 这个周期性 毕竟好多年没出了 现在开始考了 所以你要加强复习 我写完了我就擦掉了 好不好 擦掉了 我现在请问大家 你想想这个第一问 是干啥用的 它第一是考大家一个知识点 用积分的换员法 就是在定积分中做换员 来实现周期性的证明 它当然是一个考点 是吧 但你不要忘记了 高端数学的第一问 对第二问 它总是一个铺垫 或者提示 对吧 大家跟我看一眼 这个fx请回答我 它的定域是什么 你注意 它的上线线 是不是就是x 毫无任何要求 是吧 所以实际上来讲 这个函数定域 是不是负重到正穷 可是你要问我 它的最值 我是不是先知道 你在什么范围内求最值 你竟然是在负重到正穷 求最值 好像这个范围太宽放了 是吧 可是第一问会告诉我们 其实呢 它是个周期还是什么 周期还是不是以派为周期 也就意味着 你虽然定义在负重到正穷求上 但是你每一个派长度内的函数 都是长得一模一样的吧 对了吧 故只需研究 你看第一问是不是 第一问一个字 由易可知 只需研究什么 最简单去先说 领导派 打得好 只需研究 领导派 即可 同学们 这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必须间了 多简单 是不是你看 这个题目出得好 就变成了一个 给出一个必须间 出题人啊 这考验出题人 他就不想跟你直接 直接了当地告诉你 自己来想 因为我周期还说啊 我每一个派周期上的 图像都一模一样的 故 每个周期上的最值 是不是都一样的 那我只要出一个周期上的最值 它不就等于是所有位置 都是一样的最值吗 对吧 那从这儿大家也看得出来 最大值 如果有 也不一定只有一个位置吧 可以无数个位置 去到最大值 周期函数吗 就可以的 听懂了没有 就这意思 所以的话呢 接下来三类点 听懂懂吧 三类点 咱们一个一个说吧 第一个 比方说 你先研究这个端点 可以吧 端点的话呢 就是F0 大家看F0点几啊 几分 把0x取0带进去啊 0到2分之派 各位 这个sin t就不要加绝对值了吧 因为什么呢 它这个0到2分之派是正的 是吧 大家来看这啊 0到2分之派 0到2分之派 正前曲线 你换一看啊 sign x 这是0 这是二分之派 是不是大家 这是派 正弦曲线 一拱的面积是几啊 这是一个common sense 是个常识 你记住啊 正弦曲线 一拱的面积 是2 听懂了吗 所以这一半是几啊 这一半是几啊 等于1 你不用再去算原番数啊 可以的 它得负扣上一T 然后带0到almium之派进去 你算出来还是个1 对吧 这个常识你还是要记住的 你从中学就见过sign x 你学到现在 与sign x 打了这么多年交道 你都只是一面之缘 未成为生子之交 为什么 他们我一个面积是几 你不知道 对吧 你对你身边的人不够珍惜 总是吃着锅里看着碗里的 总觉得外面的好 其实身边的人最好 sign x 你都没搞定 考试的时候告诉你 最后把你坑了的 就是sign x 而不是其他那花里胡哨的函数 所以珍惜眼前人 各位啊 同意吧 眼前人可能看起来比较烦 这么天天是你 可真正最后能帮你的 还就是他们 对不对 对不对 从一面之缘到生子之交 这个各位啊 对不对 好 这是一个 还有f谁 是不是fπ fπ代仅积分 跟上啊 代仅是说π到二分之三π 回答我 是不是啊 然后三音T 大家看图啊 这个题我现在就只看图了啊 我不去做这个 因为你上节课都讲了这么积分了 都不去讲积分了 我只有几何吧 我们就几何上来看 我来问你来答 继续跟我玩话 啥玩意儿 π到什么 二分之三π 你看嘛 这么还是这块面积嘛 你可以写负的 你写它干嘛 写它干嘛 你家绝对值你发现了 是不是分上去了 懂了吧 这没有了 因为它是绝对值函数 故它全在上面了 一拱一拱一拱 一拱一拱 怎么那么难看 这很可爱的 一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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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音绝对值 是不是这样写的 你覆的呀 翻上去了 它变成偶含数了 你翻上去了 所以它π的二分三π 是不是还有这块面积 等你几 还是一 是吧 听懂了 好 我擦掉了 你们手里有 你不要擦 因为我这个屏幕不够 我就写完我就擦 手里有了 端点的两个人 都考几分 一分 两个端点都是一 函数值都是一 第二一段 我来找导数为零的点 零 F1'x 大家注意这是变现金分球导 开始 上线往里带 是不是叫 sinx加二分之π的绝对值 强引上线球导 是不是一 减去把下线x再进去 叫sinx的绝对值 再强引x球导 是不是一 没人理我 对吧 稍微化解一下 这个太简单了 那么x加二分之π 即便我不变 符号看线 也是变成cosx了 绝对值 减去sinx的绝对值 好 根据刚才的写法 是不是另一切导数为零 我们先说一下 三类点里面 看好了 三类点里面 一个是另一切导数再零 一个是另一切导数不存在 各位 这个有没有无定义点 这没有的 它又不在分母 靠上线上线都是无处 任何一个都是有定义的 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出现无定义点 所以有一类点就没有了 那一类点 这个不可刀点就没有了 对不对 没有就没有 这个没关系的 所以令其为 令其为零 我来问你来答 我现在是区间是什么 是零到块 零到块上 它俩相等 而且是正负相等 几个数 两个嘛 因为它的函数值 就是二分之二 对不对 正负二分之二 加决定值 是不是相等了 所以一个是什么 四分之三 还有一个是什么 四分之三 一百三十五度一个 四十五度一个 对不对 这不出来了吗 所以有几个数值 可以得到 X1等于四分之半 X2等于四分之三 这是两个注点 两个注点 听懂没有 好 来 现在往里带了 听懂吗 带值了 我把X1 X2 这个往里带 XX往里带 带值 当年考这个题的时候 好多人闹笑话 闹什么笑话 就是这个带值 他都算不对 好辛苦啊 好辛苦啊 F四分之半 等于来带你去 四分之半 到什么 四分之三 三 三T的绝对值DT 各位 四分之半在哪里 抬头 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四分之半 这是四分之半吧 四分之三 是不是在这里 是四分之三 排吧 比如说老师 那你这没办法了 这咋办 我记不住了 我得算了 找月韩数带上线 哎 你带错了 你知道吗 初题人士 就这位 高度紧张的情况下 你信不信 你那些带着 角度的三角函数 你总容易算错 我得说 高度紧张啊 快快快 快交卷 好 等一下 谢谢 算错了 麻烦了 你要能熟练背下来 我不信 我不信 你信不信 你信不信 到年底 你还是不会 你还是写不出来 所以这个时候啊 初题人士知道 大家的这个 共同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他就要卡住你这个点 初题 这才有区分度啊 对吧 可是我这个题 我根本不需要找月韩数带上线 我知道这块面积力 这咋不知道 我问大家 这个区间长度 是不是整个一半 总共一共是结 二 这区间一半 多少 你敢说 一 你复习到八点 受不了了 你受不了 这中间这么高 他是 哎呀 气得我胃疼 您下课啊 谁喊一 下课跟我走啊 来 几笔记咯 几笔记咯 正弦曲线 余弦曲线 我们来分解一下 大家记一讲 不管是sine还是cosine 他们是这样的 总面积是 二 零到四分之半 到二分之半 到四分之三半 给他切成四块 他们的面积分别为 你听得懂啊 听好了 中间整个这一块 是根号二 故这是二分之根号二 二分之根号二 这个叫一减二分之根号二 这个叫一减二分之根号二 请大家把他记住 不要再算了 特别爱考 你老算他干嘛 对吧 所以多跟他打交道 成为好朋友 熟能生巧 因为老师 他怎么算这么快 我告诉你 因为他算得多 人家算得太多了 是吧 然后很多东西他记住了 能记住吧 今后别错大 别过出错 不管是三应 靠三应 对吧 画足能算的 咱就不要用手算 回答我中间的多少 根号二 所以这个答案很简单 根号二 再来 下一项 F多少了 四分之三π吧 插掉了 插掉了 你自己写就行了 好 F四分之三π F四分之三π 带进去 积分 四分之三π 到四分之几了 五π 三π 三t的绝对值 dt 是不是 那在哪 你不要去 我问大家 如果你真要去绝对值的话 你是不是还得分两段几分 你自己看 四分之三π 是不是正好在这呢 四分之五π 各位 是不是在这呢 我换个颜色写啊 我把这也插掉啊 就不要宣兵夺主 我把它插掉这块了啊 你看清楚 你给我看好啊 我问大家 现在的是不是 是不是四分之三π在这 四分之五π 是不是在这 是不是这两块 你明显知道 在四分之三π 到π的时候 这是不是正的 在π到四分之五π 是负的吧 你要真的积分 你还得踩两段 带四个上下线 你对不对 带着带着就错了 几 这不还是那个 四块里面的那两 两边两小块是吧 这两小块 你这两块 这不加起来正好 是二π的一减二分之二嘛 叫二减根号二啊 是吧 直接出答案了 这个叫二减根号二 华罗坤先生说 数无形是少直觉 形少数是难入微 数星结合 百般好 你记得住我这句话吗 记得住啊 数无形时 少直觉 看我这字是功底啊 形少数时 难入微 数星结合 百般好 这个字的功底啊 你要放大了 这看到啊 他这 华罗坤先生是 华人的 中国人的 这个 骄傲 确实是 骄傲 了不起啊 因为我们的 后期 知秀 现在不秀 也不秀啊 叫奋起直追 为什么呢 这不怪我 不怪我 中国人民 不是他 清朝政府的 短视 清朝政府的问题 这是政府问题 是吧 你不发扬科学 整天搞 封建迷信 没有做到好 是吧 是这个问题 是不是啊 好了 以上所谈 所有的数都有了吧 两端是解 一 刚才那个 F四分之八是解 根号二 后来这两个是 二减根号二 比较 来吧 立即猜 取其最大者是解 根号二 最小者是解 二减根号二 故 它的值欲是 二减根号二 到根号二 这就它的最值 最值 这叫值欲 是吧 我再多写一句 如果他考值欲 你要会写 这个题到这就结束了 最大值 根号二 最小值 二减根号二 好了吧 关于这个导数的研究 还有性态 它的四大方面的存级和应用 我说完了 请记住啊 就这四块 你做这个 接下来啊 大量做题的时候 你要归纳到这四块 哪些是考极直和 单角性的 哪些是考拐点和凹凸性的 哪些是考接近线的 哪些是考最值的 是不是大家 你这四块的知识结构 你要很清楚 然后呢 无非就困难了 你无非某个题不会做 你无非是 外来的知识 你要塞到我们这里面来了 你可能觉得不会做 可是本身这一块的知识 你不能出错 是吧 然后多见识点题目 多见识点题目 好 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 积分的 这个积分音用 这一块啊 那就难了 我们会发现啊 一旦涉及到积分学 那么不论是从 计算量上来讲 还是思考量上来讲 这个都会比较大幅的提高难度 故 小题般是导数音用 是吧 大题般是积分 你比如说这道题 比如说我们刚刚讲完的这道题 大家告诉我 它的研究顿向 是不是还是积分 是不是 所以唯一积分啊 那当然落脚在积分上呢 可能会更多一点 我旁边写了个东西啊 叫测度 那大家知道这个测度啊 我们通俗来讲一下 这个测度是什么 你发现没有导数研究什么的 抬头 你回忆一下 导数研究什么的 我技术官讲过 导数研究的是寒数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对不对 你看单调针 单调针 从这单调简 单调针 是凹的 是凸的 是这个意思吧 你能懂吗 这有极值 这无极 无最值 它总是也长什么样子 那么积分也什么呢 积分研究的是大小问题 你比如说啊 我这脸 凸的 凹的 这是导数的问题 积分研究 你这脸有多大 这就是积分的问题了 听懂了没有 你想啊 你比如说 你形容一个女孩子 你说你的脸啊 无穷皆可倒 女生一定要高兴啊 你要感觉很幸福 因为无穷皆可倒 说明你的脸无比光滑 听懂没 你说你的脸是连续的 连续 有间点了 这就不光滑了 你说你的脸存在 不好不好 存在就是仅仅有定义 有定义的话 那就是这个 既不一定连续 是吧 那就可能有可去间接点了 是吧 好多 好多 是吧 你们这年龄 你们这年龄 其实你们也不叫年轻人了 都二十岁了 是吧 还有长得像豆腿是吧 十六七岁的孩子在长 你们都是老年人 有现在还长豆腿是吧 有的 好 可去间断点 是吧 不可倒啊 也不连续啊 你看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所以从导书的角度来讲 是否可倒 这是研究这个性态问题 那么现在我要问了 这里有多大呀 就这个意思是吧 接下来就是 积分 积分的 测度了 好 第一个 你看就看面积有多大 这不就来了吗 第一个 平面图形的面积 在 这个 基础班时 已经给大家做了详细的介绍 我不再啰嗦了 实际考题 说实话 基础阶段那东西啊 就这个 什么 什么叫面积可不 不就这个吗 给一个FX 是不是同学们 然后请问 它所谓图形的面积 不就是算低级分吗 没理我 对吧 你说我这写不写 这无所谓的 这就是S 这就是S 你知道接下来 难在哪吗 同学听好啊 这个考验的困难在于 第一 它这个FX啊 听好了啊 要真正的难题啊 我问你讲个什么 什么叫难题 我跟你讲 什么叫简单题吧 什么叫简单题呢 小X 我告诉你了 X平方 上下线 我告诉你了 1到2 请你算 X平方在1到2里 为了面积 最简单题 正题要出了 怎么回答 拒绝回答 侮辱我的智商 卷给你撕了 对不对 你听得懂我意思吧 听得懂啊 什么叫难题啊 FX不告诉你 自己求取 求完了给我放这种 这是一种增加困难的 想这老头啊 想这老头啊 6个 第一 F不告诉你啊 自己求取 这是第一种啊 第二种上线 不告诉你 自己求取 有人说点什么求 不是点啊 你怎么围出来的 自己求 他就没坐标轴了啊 什么坐标轴 我跟你接近线行不行 你给我求接近线 你这条曲线 有接近线吗 你把你所有接近线求出来 用你的接近线 给你围出一个面积 你给我求大小 这才就考研题啊 对不对 请看立题 所以数学 同学们 数学本身是可爱的 懂吗 懂吗 是谁把他妖魔化了 答对了 你一定要 别说了 老先生们 德高望重复 一定要达到他们的要求 好不好 好不好 人啊 他总有发展过程 像这种题 你看看 六十多岁出题 就出这种题 你说过了是吧 年轻人嘛 年轻气盛 就喜欢出这种题 可他总老的那天啊 到了八十岁以后 他就出这种题了 故八十岁以后不让出题 因为什么 心地善良 人总有这个发展过程 是吧 来 我们看一下六十岁出的题 你只能期待 只用这种题 曲子 你先题 你看我这题 哎呀 太棒了 这种题 太棒了 太棒了 分析 你看我说对不对 第一 是不是GX都没告诉你 你看出来了吧 GX是极限定义的 你是不是得把这函数给我求了 求完了再说 各位一起回答 当T区振文雄时 这个底 是不是趋向于一 你得搞清楚 这里X是长数啊 XT加1 比上XT加2 在limitT区振文雄时 你得认清楚谁是大小王 谁是变量 回答 T 是不是抓大头啊 找带头大哥 是不是X比X是正好一样 这区一的 一的多少四方 无穷大四方 因为这里的X是当常数看的 这是不是典型的 一的无穷大 好一起来背 等于E的limit 说T区振文雄 你记得这个公式吧 U多于四方 是不是等于V乘以U减1 对不对 直接来了 这乘以U减1 那就是XT加上2分之 XT加1再减 XT减2 是不是这是负1 怎么没人理我 对吧 我不再啰嗦了 还有人周梅头 Limit U的V次方 如果是E的无穷大 是不是写成E的Limit V乘以U减1 因为我们讲过 那个Limit U 是不是等于V减1 对不对 基础班就讲过 我前面还专门提到过这个事吧 不要写Limit U了 直接写V减1 你要不知道 你再写一遍 给自己的惩罚是 复习到10点 我可记得住呢 你刚才是不是到8点了 你是不是6点起床 你要复习到10点 你一天欠我4个小时 对不对 我每天就那么的总时间 你这欠我的4小时 你怎么还我 是不是 想办法还 好 TG正不穷值 大家注意了 这个是不是无穷的 这是无穷的 各位 是不是又抓大头了 请回答答案解 E的-X三方 比X是-X的平方 回答完毕 看懂没 原来GX是这个东西 叫E的-X三方 你们都不理我 是要不是 好了 这里面有一个 这个 基本的概念 那就是你要保证 是吧 X不能取零吧 是吧 不是 你要如果还是取零的话 这个体系就 是吧 是不是 你想啊 你这个求期限的过程 你既然要抓大头的话 这个X首先是不能得零吧 是吧 但是不要着急 我们可以把这个点补回去 那我问你 G零等于几 你不要叫急线 你也知道 如果X取零了 大家想 这个是不是没有 这个是不是没有 这个是不是零 所以二分之一的零四方 是不是正好是一 而正好一的话 大家想 X得零的时候 一的零四方 是不是也是一啊 你这样是不是就可以 把这个去掉了 对吧 它是标标准准的 一的负外四方 我这样说 你听懂没 等到考试当天啊 你如果不按我刚才那个写法 也无所谓 它这个一般不会扣分的 但是你要细致一点 因为算极限过程当中 X确实不能得零吧 对吧 明白是吧 好了 这个呢 无关大局啊 写到这了 请问大家 我们是不是先做了第一步 就是把GX求出来了 GX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东西 叫1的负X方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 这个人 这个曲线 是著名曲线 他有个名字 叫高斯曲线 这样画的 这是高斯曲线 那你听懂了 谁创造的这个 高斯 德国数学家高斯 被称为数学王子 这么个人 一生创立了 伟大的数学贡献 如果说历史上 排前三名的数学家 高斯出不了前三名 大家这个评价是很高的 是很高的 高斯曲线啊 好 你别着急啊 不是研究他 研究谁 把高斯曲线 作为背景函数 看到没 研究的是 1的负T方 DT 积分0到X 研究的是 高斯曲线 它罢 对不对 是高斯曲线的 圆寒数 是高斯的圆寒数 懂了吧 你不要高音太早 他的研究都是 圆寒数 你还记得记得 搓他罢 搓他罢 能搓出这个来 你看这道题 我待会就会有一个 比较详细的概念 你要求面积 你不得画图吗 各位是不是 你图都画不出来 你怎么能确定 你的面积求的是对的 所以那搓他罢 我要用上了 等我说 这个图你先放这 我先不管它了 现在的问题 待会我再画 现在的问题是 Fx是等于 高斯曲线 它罢 0到XE的 负T方 DT 你写清楚没有 咱们先把这个事定下来了 好 请你证明 它是极寒数 并求其 水平渐进线 能听出意思吧 正极寒数 这个好正吧 这个没问题吧 F-X 你不能画图 你画图 你说你看 那不行啊 可以说它吧 那是你的水平很高 确实可以的 但是你不能拿画图来代替 只能数据分析过程 是否等于0到负X 各位 这是不是太简单了 事实不是 我们都不想多写 做什么代换 是否负代换 令T的什么 负U 事实不是 就几分 E的负的 负U的平方 DT是D负U 当T取0时U取0 当T取负X U取X 你跟上我没有 你跟上我没有 跟上了 对吧 这个说的太多了 大家很习惯了 好 请问大家 是不是变成了 D负U 是不是天负号 负迪U 看好啊 这个E的 是不是还是负U方 是不是0到X 证明完毕 看懂没 看懂没 你这不就是0到X E的负U 负U方DU 它不就是FX吗 天负号啊 这不有个负号吗 所以F负X 等于负的FX 对吧 什么函数 极函数 待会儿啊 搓它吧 你待会儿看 肯定搓出来是这极函数 关于原点对线的 听懂了吧 并求其水平进行线 中生告诉我 这个题是不有综合性啊 它还把导数的 几何应用 拉过来了吧 来开始 求水平进行线 各位水平进行线 关键的干什么 就是求那个什么 是不是求Limiter X取向于 正无穷和负U穷的问题啊 X取正无穷 0到X E的负T方DT 各位是不是就直接写成了 0到正无穷 E的负T方DT 这是不是一个 无穷区间的反常积分 不理我 是还是不是 你现在应该看得懂啊 这个人是不是定积分范畴 叫变现积分 变现积分的极限 是不是叫反常积分 这些概念都懂了吧 好 接下来你就明白 是0到正无穷 是不是正好那高斯曲线 一半所谓的面积啊 听懂没 这个今天没法讲 因为什么呢 我们在二重积分里 可以给大家做个推导 这个曲线 总的面积 我们是可以算出来的 是吧 这个在高斯八成长有 我现在不翻啊 你现在给我记一记 因为考试当天 也是要求大家记住的 你猜 这块总面积实际 是根号派 这都叫常识了啊 这个就没有其他办法了 你得记了 有办法 有办法 不好意思 有办法啊 到二重积分里 我教你算 定积分里算不出来 二重积分可以升为 算出来再降为 这个技术很高超的 这个以后再说 好不好 先记一记 好吧 反正到最后考试当天 你是要记的 不可能再推一遍了 故这个等几 二分之根号派 立即推 Y等于二分之根号派 是它的一条水平坚进性 懂了没有 你看啊 你学一道题目 学了多少知识 这些知识都需要大家消化 然后你做其他题目 当中再碰到一个 回了回了回了 下次碰到一个 回了回了回了 就逐渐的跟他们熟悉了 Limit X趋向在 负无穷 零到X E的负T方DT 各位 这时候写成了 零到什么 负无穷 E的负T方DT 这个非常好办 大家是不是天赋号 是不是负无穷到零 E的负T方DT 咱们人理我 我写的快不快 打不快 太好了 太好了 慢慢来啊 大家还是 我那句话 慢慢来 跟上没有 这看到了啊 我问你答 负重到零 是不是这一半 对不对 几 二分的更好派 天赋号是 负二分之更好派 很好 这样的话 是不是又有一条 叫啥玩意 Y等负二分更好派 是不是他另外一条 水平渐进线 第一问 宣告完毕 是吧 第二步 请你求确限 Y的FX 与他所有水平渐进线 及Y轴 所为图形的面积 了不得 哎呀 下面了不得了 他要你干的活 我擦掉了吧 可以了吧 擦掉了啊 他要你接下来干的活 是这样的 跟上啊 接下来干的活 是这样的 说 你图得画了吧 你现在你不得不 经历这一段了 各位 这是不是小FX啊 哎哎 不是 这是不是小GX啊 来开始了啊 搓他吧 我给你搓一遍啊 这是E的负T方 好不好 叫GT吧 因为这是写T 好 那么现在来 我们把画画出来啊 我们现在要画的是F F FX等什么呢 等积分 0到X GT DT 是吧 大家 先tug吧 千万不要搓啊 我这老年人 有的时候糊涂了 搓错地方了 你是不可以的 你这年轻人 就清晰的思路 怎么跟他搓到搓出来 搓谁 搓他吧 记住一个关键点啊 就是说你搓的那条曲线 每一个搓一次之的那个切线的斜率 等于上面的函数值 对不对 听懂意思没 所以大家来看啊 听好了 我这个这个搓起来 比较容易的 我从中间那个点开始说 这个点是几个位 是不是1 1的0是1嘛 对不对 故 这个函数是一段 说明对于这个FX 这个函数来讲 他 这个 这个 对了 他在零点处的切线是吧 斜率是 斜率是 是不是45度 对不对 然后跟上啊 然后现在从1 逐渐变小变小变小 最后是不是变成0 对不对 所以他这个说的越来越平缓 越来越平缓 听得懂意思吧 所以他肯定是 就从1 越来越平缓 诶 平缓到最后 当你变成0的时候 我的切线是不是水平了 听懂了吧 这是这条曲线啊 对不对 你看啊 第一刀钞线 这不是45度吧 然后越来越平均 越来越平均 越来越平均 最后最后变成1 要变成0 变成水平切线 当他水平切线的时候 这个函数是不是趋零了 对不对 但是他实际上不是真正的水平 因为你是趋零 我是趋水平 对不对 所以他有坚定性啊 他就写进 水平切线 对不对 能听懂我意思吧 好 再来 同样道理 你就不要再说了 这是不极寒数 原点对称嘛 当然你可以画一遍 你琢磨 你这点是1的时候 往回走啊 这往回走 是不是越来越变成0了 所以大家倒着画的话 他刚才这个位置 是不是也是 切线斜率是1啊 但是来讲的话 越来越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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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这样了 到最后 这个趋零的时候啊 这个直是零 是不是意味着它趋向于水平 对了吧 那果然 这是一个叫做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极寒数 是吧 极寒数完了 再听啊 它的水平接近线 是不是正好有一条 是什么来着 正的二分之更好派 是不是大家 它的水平接近 正好有个什么 负的二分之更好派 看到了吧 然后他说的是 这条曲线 和它的水平接近线 以及谁 谁轴 Y轴 Y轴 正好是这一块 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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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围着这块区 你找到没 是这曲线 和它的水平接近线 以及Y轴 所谓阴影区域的 所谓图形的面积 同学们进一步告诉我 你发现没有 这是一个反常积分的面积 它没有封上口罩 对了吧 这叫积分的几何应用 其实你发现 它是整个积分学的 一个综合题 是吧 大家 好 下面告诉我 是不是只用算一半 这两边对称的嘛 这个面积只用算一半 乘以二倍就可以了 好 下面开始吧 看起来写了 那就算 S等于二倍的 是不是只用算 零到正无穷了 大家看 它的上曲线 是不是二分之更好败 是 二分之更好败 减去 下曲线 是不是这条线 这条线正好是 积分 零到X GT DT 叫E等负T方 DT 然后DX 你能看懂吧 有人看到这么复杂的计算 立即怎么样 放弃考研 好 你想想看 这是个积分号里面 还套积分号 什么老虎 是老虎 答对了 答对了 我问你答 你是不是记得 反对密指三 或反对密三指 我再问你件事 为什么要这么排序呢 因为我们知道 反三指寒数 是最不容易积分的 它是比较容易求导的 是不是 所以如果所有类型寒数 遇到它 一定要把它放在 背景寒数里不动 待会是不是要 给它一巴掌 是求导吧 我们上午 是不是说过这事了 那我请问你 这个玩意儿 是不是更难积分 它本身就是个积分 你怎么积分的 但是它好什么 它好求导啊 你听懂没 这个变积分是好求导的 一求导下来 不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吗 所以你要在反对密三指 或者反对密指三 这样一概念上 你要有一个 提高 或者有一个总结 什么人就放最前面 最不容易积分的 或者说相对最容易求导的 对不对 所以你告诉我 这是个分布积分法 你毫无其他想法 你懂我意思了吧 这是分布积分法 直接就来了 说这是不叫积分 U D V 对吧 就这个实测下来 很多同学不会做 那是因为你对分布积分法 不够了解 这玩意儿根本没法积分 马上就想到分布积分法 你搞不定他的 那就把他拿到后面去求导 对了吧 所以一起背 他就等什么 二倍都不要动 UV拿出来 是X乘 二分的更好派 减去积分 0到X 1的负T方DT 能听懂我意思吧 带0到正文雄进去 减去二倍的积分 开始来了 VDU 0到正文雄 你一看便知 确实是这样 V是不是X拿前面去了 DU 是不是D这玩意儿 D的二分之更好派是没了吧 是负的 这有个负号吧 大家直接负得什么 得正 听懂我意思没 是不是直接D它了 多少 E的负X方DX 你看对不对 是不是很漂亮 你用啥 你用啥 是不是D 0到X E的负T方DT 这还没看懂啊 他 这人解 你给他除个DX吧 是不是相当于对X求的啊 是不是就变成了 E的负X方 这看懂吗 然后你把DX乘过来吧 不就这东西吗 看懂没 看懂 没看懂 是因为还不够熟悉 第一次见 没关系 见多识广 多见几遍就会了 我说你同意吧 同意了啊 好了 接下来 把这部写到这儿 接下来的很多工作就好办了 接下来的很多工作就好办了 就好办咯 来 一个一个算 好吧 首先 这个零往里带 是不是这是零 下线不用带了吧 因为这是零嘛 这零到零是零 零乘以二分之刚好派 是不是零 下线不带了 大家想上线 是不是得求极限 其中 是吧 大家 Limit 看好了啊 X区正乎穷 使X乘以 二分之刚好派 减去积分 零到X E的负T方 DT 这玩意儿 你得折腾一下 大家想 这是不是用罗毕的法则吧 啊 那是不是 无穷大成无穷小 无穷大成无穷小 是不是拿一个人下来 给我背 设置分母有原则 简单一是在下方 把谁拿下来 把X啊 X拿下变成结 X分之一吧 是不是用罗毕答了 Limit X区正乎穷 一起来 分母就导是谁 是不是负X平方分之一啊 是这样吧 分子效果是谁 前面效果没有了吧 是 负号不要动 X带你来 E的负X次方 同意吧 你咋不理我 对了吧 好 大家负负约掉 这是X的负二次方吧 然后倒个个过来 得Limit X区正乎穷 是不是变成了X平方 比上E的X平方 对吧 你一看便知 密函数 遇到指数函数 那小5见大5了 谁是高阶无穷大 分母 故结果体 0 对吧 5这个题不容易的 这是一个极具综合性的 因为我们已经讲到了高点数学的整个上册的最后 就可以把所有的知识揉在一起 是吧 看懂了吗 看懂了吗 跟上没有 好 你想 如果有一本小册子 100道题 都这种题 一个一个的给我好好做 你想做完之后你什么感觉 其实你们心里有说的 那是真正的修炼成功了 是吧 修成正果了 你会无比强大 这个 无坚不摧 所向披靡 好 这有了吧 这个其中我们就写完了 于是大家注意 把郑乌雄和零带进去之后 结果是不是都是零 现在你只需要算这个了吧 且另外一个其中 是不是算这个人 这很简单 2xdx 是不是正好dx方 零到郑乌雄 看好了 1的负x方 是不是dx方 那细数都不要凑了 是吧 大家 很简单 这不2xdx 是不是正好dx方吧 然后给它添负号就行了 负的 外面是不是添负号 它就等于 EUDU 是不是就是EU 负号放这 0到郑乌雄 好往里带 郑乌雄往里带 1到负郑乌雄 是不是1的负雄 1的负雄去0 是不是叫负0 减去 0带进去 是不是叫1 1的话是负1 减去负1 答案是不是等于1 不理我 对了吧 结果等于1 故 由此可得 刚才的表达结果等于解 最后是1 S最后等于1 S等于 所为面积 是为1 回答完毕 不是2 因为2倍的已经都在里面了 听懂没 这个2已经在这了 这个2是乘的0 所以已经算完了 就是说这块面积是2分之1 这块面积是2分之1 对不对大家 总共的是1 怎么样这种题 漂亮吗 让你见识见识 慢慢来 不要着急 真正要做完这个考研 你的水平太高了 太高了 好了 这我们说的第一种 就是求面积 接下来大家自然之后求什么了 体积了吧 那么怎么求体积呢 体积又会出现什么样精彩的题目呢 我们稍事休息 再讲